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我们讲亲友树 亲友树当中今天讲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说 能生起道的本体 道的本体分三个方面来进行宣说 略树 广树 交界实行彼等之一 分三个方面讲 首先讲的是略树这里 略树的时候讲六波罗蜜多 在圆诵当中归纳 六波罗蜜多的含义 成就如来正等觉 人行持六度万行 我们应该在很多的道里面 就是应该清楚的 六波罗蜜多 其实所有大乘的道 全部包括的 除了六度以外 再没有什么可行持的 因此汉传佛教当中 也是有很多把德 把六波罗蜜多的内容 积极成论迹的 这样的论典 比较多的 我们藏传佛教里面也是 这麦彼仁波切的《百年华论》 释迦牟尼佛的广传 其实整个论典的全部是 讲六波罗蜜多的次第 讲佛陀因地的时候 如何行持六波罗蜜多的公案 所以我们要学习 或者说真正要行持六波罗蜜多 当然是有一定的困难 因为就像《十地经》 和《入中论》里面讲的一样 真正的六度 从布什多开始第一地菩萨 然后一直到六地菩萨之间 圆满六波罗蜜多 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 完全能领悟到这个境界 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我们现在在因地的时候 也应该消防 也应该随行修学 首先讲的布什多 我们在座的各位 也听过很多次 但是有时候佛法 并不是听了就可以了 应该从不同的方面来了解 让自己行持得如何 在这方面需要 值得善加观察 首先讲的布什 大家也应该清楚 所谓的布什 自己拥有的一切给给众生 这样的六波罗蜜多 全部都应该由于菩提心来摄持 如果没有以菩提心来摄持 最后回向给一切众生 那只是成了其他的世间道 或者说 于随解脱坟的一种小乘的善根 所以功德不是很大的 如果我们以菩提心来摄持 摄持 摄持的内容当然有财食 还有法食和五味布食 财食当中也是极大布食 广大的布食 还有一般的布食 这样 这样自己的身体也好 受用也好 包括你的财产 你的家人 全部都布食给众生 这个是很难做到的 表面上看到很多人 布食没有问题的 但实际上你的财富 你有我所吃 你的房子布食给众生 你的衣服布食给众生 很多人都可能不行的 还有你的家人 现在世间人 对自己的家人特别地执著 你的父母 你的家属布食给众生 不要说布食给别人 看了一眼都特别不高兴 所以作为布食 确实不是很容易的 佛陀在因地的时候 为什么说舍弃这些呢 这是我们凡夫人 非常难以做到的 意思就是说 要割断 我们所说的执著 这是不守波罗密度 执劫波罗密度也可以说是智者恶心 行持善法的一种心 就叫做执劫 那执劫它可以分为 执恶心劫 摄善法劫 饶益有情劫 可以所有的劫 包括在这些当中 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诸我莫作 诸善奉心 也就是说 行持一切善法 制止一切恶心 尤其是按照大乘的角度来讲 利益一切众生 真正的持劫波罗密度 通过自己受持清净的戒律来利益众生 帮助众生 而不扰乱任何一个众生 这就是持劫波罗密度 安忍波罗密度 安忍的话 我们以前也是讲过 心被各种各样的违缘 不会容易脆弱 不会容易脆弱 这样的一种心态 那么它可以分 安受苦人 怀怨人 迪刹法人 有三种安忍 第一个我们平时应该 感受各种各样的痛苦 比如说你在修行过程当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一定要有一种坚强的心态 我觉得有些道友在学法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你自己的身体不好也好 或者听法的时候有天气不好 种种违缘出现的时候你心里一点都不会脆弱 这是真正的修行苦行法人 还有一种法人就是怨恨的敌人 始终对你有一种不满的情绪 你再完全都可以忍耐 包括我们有些道友平时在发心的过程当中 或者平时有些行为别人 做很多很多不理解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完全能接受 这就是一种安忍 当然法人我们遇到一些甚深的空性 或者遇到一些大乘的菩提心的广大行为的时候 你不去邪见 这就是谛刹法人 所以这几种安忍 我们也是没有殊胜的善根和缘分 有时候很容易退失 这就是安忍波罗蜜多 那么这三者按照有些经典和论典的说法 就是说是福德之量 不施刺激安忍 这三者是有缘的福德之量当中 然后讲精进波罗蜜多 精进波罗蜜多也就是说对善法生起极其欢喜心 这就是精进的本体它可以分为 窥家精进和夹心精进 还有不退转的精进 我们现在不管是有缘福德也好 还是无缘的智慧资粮一定要有精进 如果没有精进 一切功德都是不能上精的 约生论师也说了 功德施解精进心 正是负毁而中资粮因 一切资粮全部依靠经见 平时世间的一件事情也是 没有精进的人确实做不到很恶恶的 天天处于一种 懒惰 浑秤的状态当中 不要说大事 连自己的持住有些问题很难解决 我们看见 世间上有些难看 一天都是确实非常的可怜 只是大小时光而已 除此之外 什么事情 有意义的 什么事都不做了 每天跟着自己的分别恶念转着 没有实在的意义 这就是精进的违凭 一定要在学法过程当中 大家也不要懒惰 每个人都是自己 早上起得早一点 晚上睡得晚一点 平时也不要特别散乱 一定要做一点有意义的 对众生有意义 对自己的来世解脱有意义的事情 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发起精进 就发起精进 然后讲第五个就是禅定波罗蜜多 禅定波罗蜜多 一般来讲 我们心一直专注于善法 这就是禅定的本体 它可以分为世间和出世间的几率 是禅定的 这些禅定的因 全部是世间的禅定 然后出世间 声闻 缘觉 菩萨 佛陀的这些几率 全部都是 包括在出世间的几率当中 那么这样的几率 其实是我们能增长一切善根的根本因 如果心不静下来 那一切善法不能成就 因此平时我们有世间 有因缘的时候 应该自己的心静下来 无始以来都是 随着这样的亡量分布 而漂泊在路道轮回当中 不断地受苦 现在如果我们没有终止 以后什么时候 能了这样的生死大害 所以说 应该安住下来 这也是非常的重要 然后第六个说 所谓的智慧波罗蜜多 智慧波罗蜜多能辨别一切万法的真相 就是智慧的本体 它可以分为闻所生慧 世所生慧和修所生慧 包括闻思修 或者身影和世俗的两大智慧当中 智慧可以这样来安立 那么这六种波罗蜜多 其实是大慈大悲的佛陀 所有的万法修行当中 只要行持这六多 已经足够了 如果没有行持其中缺一个 那对成就有一点的障碍 所以六种波罗蜜多应该圆满 圆满之后 能离开了整个善有的大海 这六多就像航船一样 依靠航船可以越过 遥无边际的大海 最后达到了彼岸 同样的道理 我们作为发大乘菩提心的人 也尽量力所能及的范围当中 现在都是开始要做布施世界 安忍 精进禅定智慧 一直这样形成 这样总有一天 我们大家都会达到彼岸 能获得了如来如海圆满的妙相和功德 所以一般来讲 这几个波罗蜜多 他感得的果报 以前《善戒经》当中也有分开的说明 比如说布施波罗蜜多 感得富裕 持戒波罗蜜多 感得妙色 安忍波罗蜜多 感得强力 有强大的力量 精进波罗蜜多 感得长寿 禅定波罗蜜多 感得安乐 智慧波罗蜜多获得辩别法性的缅绘 所以一切三世诸佛 依靠波罗蜜多而获得 尤其是智慧 智慧波罗蜜多最为重要的 我们平时念诵的《心经》当中也是说 三世诸佛 依波罗蜜多得阿尼多罗三美三菩提 我还没有念的时候一个人长得口特别大 所以我的法语都忘了 阿尼多罗 依靠智慧波罗蜜多能获得圆满的 真正觉的果位 也是非常的殊胜 还有《华严经》当中记得也有一些不同的比喻 就是不同的比喻 比如说智慧波罗蜜多如同母亲 三脚方便如父亲 布施波罗蜜多是入母来比喻的 还有持戒波罗蜜多是养母来比喻的 然后安忍波罗蜜多是庄严俱 还有《经经》波罗蜜多是养育者 禅定波罗蜜多是以这个来比喻 所以我们平时应该用这个来比喻 还有后面比如说我们的菩提心是用家来比喻 这些比喻应该大家都要了解 六度让我们在菩提道当中完全获得成熟 最后利益众生的事业圆满 这些所有的环节依靠六度来能成就 因此说我们平时行持善法的过程当中 大家也应该知道是六度的重要性 然后我们平时也是 无论是你持戒也好 布施也好 一定要有菩提心来摄持 哪怕是你今天一块钱布施给一个可怜的乞丐 但是在那个时候要前面有一个法心来摄持 然后中间对他有个好心好意的心态 不要有什么侮辱他或者蔑视他的心态 最后用大乘的法心来回向 以回向来摄持 这样以后将来成为我们二生的果 就是二摄身和法身的果 平时我们前面所讲的六波罗蜜多可以分为二生的因 因此在龙龙菩萨的宝马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诸佛之摄身 由佛之所称 由诸佛之摄身 由佛之所称 法身若是女 由佛之所称 前面是佛之量 佛得之量来形成的 所谓的法身 由智慧之量而形成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知道 每一个众生将来都会圆满摄身和法身 但是摄身和法身的因 现在都要准备 就像一个大学生 他也是经过一定的读书之后 才能会进入大学的小门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在因地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能放下 六度波罗蜜多 这不是佛教的一种说法 在我的行持当中 对我是无关的 这种想法和说法 完全是不符合道理的 所以我们前辈的这些高僧大德和诸佛菩萨们 怎么样行持六度万行 我们也应该尽心尽力地这样去做 这样我们心里 逐渐逐渐地越来越提升 而我们相续当中的烦恼 障碍慢慢地会消除 最后会现前真正如来生相 会利益天下无边的众生 那么下面讲广说 广说以布施 慈劫 安忍 精进 还有禅定 智慧 六波罗蜜多的道理来进行说明 首先讲的是布施 波罗蜜多 但这里布施 波罗蜜多也是象征性地讲了一些布施 具体的我们在其他的论典当中也可以了知 那么在这里颂词当中是这样说的 何则孝敬父母亲 彼族据凡阿舍利 供养彼等精明养 踏实夜转善趣中 首先在这里布施的主要对境 对自己有养育之恩的 恩忠如善的父亲和母亲 我们作为世间的大乘修行人 对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 应该做父母相 如果要做父母相 首先对自己的父母一点都不孝顺 一点都不恭敬 那可能其他的众生当着父母 也许是你对现在父母的看待一样 不一定是非常保恩的 因此首先在有关的大乘和小乘的经典当中 对父母的小敬 在佛教里面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任何一个人 如果对自己的父母双亲 非常恭敬 孝顺 那这样在他的家庭当中 在他的命运部分当中 有诸多的梵天 帝氏天以及四大天王为主的 护制百法的所有的百法天尊 会加倍 加持 护悦力 这样之后 在这种人的家庭 或者他的修行过程当中 所有的护法天尊 不断地会保护 会拥有他们的加持 智慧和悲悯 同时未来过去 所有诸佛菩萨华现的这些善知识们 也是非常喜欢这种人 这样之后 他们也对他进行加持之后 在他的家庭当中 也拥有善知识的光明 可以这样说 所以解释的方式上面 希望你们 不管是出家人 在家人 请用说一方面看好懂 但另一方面有些词句 可能不要解释错了 希望我们现在学习的人也好 以后依靠光盘来学习的人 一定要认认真真地看颂词 你的理解是怎么样的 讲义里面是怎么讲的 接下来之后 我们大家应该共同学习 不要凭自己的妄想分别念 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的颂词 你就不要把解释成 如果小孙父母 供养上师阿善利 供养梵田等等 那这样的话 今生当中感到妙色 来世转生到山区当中 完全把这个经义错了 这样不合理的 所以平时对经论的要求 大家都是在稍微有一种提词的方法上面 整个圣者本来的意图 有着大的转变 所以一定要注意 所以他这里 如果对父母这样恭敬 那么他的家族当中也有三知识和护法神 或者百法天尊 同时因为我们对父母这样小敬之后 那即生当中人们都会对他不断地赞叹 这个人很好 很孝顺 感恩呆的 应该在世间当中是很难得的 在即生当中他的名声也好 他的财富也好 他的很多功德可以说是美名鸳鸯 大家都是会教口称赞的 如果这个人不孝顺父母 经常跟父母吵架 那这样可能世间的包括一些百法天尊 以及我们世人都会不断地说他的过失 所以在我们佛教当中也好 中国一些古代的文化传统也好 小敬父母作为一个修行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最重要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的人格和很多的行为 所以我们一定要平时 无论你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 自己父母如果健在平时应该对他尽心尽力地照顾 如果实在照顾不上 经常也有不同的态度来安慰他 这是非常重要 这是从佛经的角度来讲也是这样的 我们从世间的角度来讲也的确是 如果没有父母的敷衍和恩德 可能我们很多人现在的知识 现在能取舍世间种种道理的智慧 这些都是根本不会有的 阿聪堪布在《大圆满前行》笔记当中 专门讲了很多很多父母对孩子的恩德 讲了很多比如说世间智慧的恩德 出世间智慧的恩德 以及我们从小的时候都是很多很多的知识 包括一些做人的知识 如果我们没有父母的恩德 从小都是来到圣家那你让在牛群当中成长 现在可能吃饭连拿筷子都是不会拿了 所以应该很多方面有保恩的心还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样的人即生当中一切获得的快乐 而他世当中能转生到人天的善趣当中享受快乐的果报 所以现在很多的社会可以说已经变得比较可怕的 以前古人对父母的尊重 是对孩子来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现在社会好像从小都是孩子只学一点知识 从来没有对父母有一种恭敬心 这就是我们的学习和教育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本来古代 我们所谓的小孙 小智子上面是老 老人的意思 然后下面子孙 子女一定要把父母作顶带恭敬 是这样的一种传统 可是现在有人如果孝顺父母 大家都觉得是非常的稀有 哎 这个人很好啊 他会孝顺父母 其实很多很多的父母带来的痛苦 非常的可怕 再加上现在这个时代跟以前是不相同的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的那个时代 每一家人可能有三 四个 五 六个 十几个孩子 也是比较正常的 但现在基本上很多孩子 父母因为种种的因缘吧 生的孩子就比较少 那这样如果这个不顺 那父母一辈子他处于一种非常恐慌和痛苦的状态当中 但也没有办法的 所以有些人说我已经出家了 没有报答父母的恩德 这种说法都是不对的 华智仁波切也是在前行当中说 真正对父母的最大的恩德就是你自己行持善法 让父母行持善法 我看见过以前莲茨大师也是在有关教言当中也说了 真正大小之中的大小就是让父母念佛 最后往生 那这是最大的孝顺 可是现在有些人可能包括父母也是觉得 自己家里面如果出现一个出家人 觉得一切都完了 让出家人永远都不要回来 不然附近的人都觉得我们的中心当中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光头 很多人都比较觉得在世间人面前也是没有抬头的缘分 这样认为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我们藏传佛教当中都是不是 藏族好像如果一个家里面 没有一个出家人 觉得这个家人全部像屠夫家里一样 特别地不光荣 所以父母到了一定的时候 非要想尽一切办法 让孩子要出家 这种传统在某些地方来讲 不是说全部的 在个别的层面上来讲 恰恰相反 藏地有了一个出家人 父母经常谈论 我们的出家人什么什么作为一个光荣 到处都去宣传 具个别地方的人自己家里有出家人 给谁都不敢说 所以我们自己如果有出家的缘分 当然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没有出家的缘分 不管怎么样 我希望每个人 一定要对自己的父母 如果健在 经常也是应该供养 成事 这也是很重要的 佛陀在佛经当中也是这方面 讲的功德是比较大的 如果我们对成事父母 其实和成事如来没有什么差别 在《大积经》当中也说了 说是 实若无福 善事父母 世界上如果没有福 我们善于成事父母 是父母即是父业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成事父母 那跟成事佛陀 没有什么的差别 所以说有些人的父母 已经离开人间 那么我们平时在开法会 你就朝拜圣地 在那个时候 提一提他们的名字 比如说你参加一个大法会的时候 你的父母已经离开世间 把他们的名字写上 然后交一点钱 交给僧众 这也是一种孝顺的态度 一般我们对父母双亲 很多人可能为孩子 造了很多的业 现在可能在地狱 饿鬼 旁生当中 如果我们依靠僧众的威力来 给他进行超度 念经 回向 那这样他也会有这种 摆脱的机会 还有以前《大乘心底观经》当中也讲了 说是 硝烟佛母若人供佛 佛等无益 说得很清楚的 如果硝烟佛母 有些人供养佛陀 其实他的福报 完全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以前在《六咒谈经》里面也说是 恩者 享养父母 其中也讲了很多功德 所以我想在座的人自己应该在父母面前 尽心尽力地去做一些诚实的事情 但如果实在不能做事情 就千万不要天天让他生气 做一点不高兴的事 这样不是很好的 真的有时候我们觉得 老年人很快都会离开人间的 离开人间之前 你没有依靠你的能力 让他获得快乐 依靠你的威力 天天让他生气 最后有些父母脾气不太好 爆炸了 气死了 那你过失也比较大已经遭遇见罪了 非常害怕了 所以我们对父母一定要恭敬 如果恭敬那刚才也讲了 很多护法神也会帮助你的 很多上师也是很喜欢的 这个人应该很好的 他对父母如是如是地孝顺 很多大和尚 很多寺院的主持 也是对你肯定会加持的一定会赐给习弟的 否则大家都会害怕的 他对父母如是如是地恨 我作为一个上师 他到一天的时候 会不会对我也是这样的 所以很多上师都不敢接近 所以在这里龙猛菩萨的意思就是说 让我们一定要做这样 孝顺的美德不断下去 现在我始终认为 我们有些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 缺少这一点感恩 或者是消养 孝顺的理念 这样之后 长大之后 大家都好像觉得 对自己的父母不在乎 我看到一本书里面说 该恭敬的父母不恭敬 认出门门外 不需要恭敬的很多宠物拿到家里面 现在世界人士有时候 我觉得这本书里面说的也是对的 真的是 娶了妻子 抛弃这个娘就非常可怜的 有时候一辈子都是自己所有的财力和仁力来养着你 结果长大之后 你也根本不肯生 以前《美来日霸的道国》里面这方面的教言都比较多吧 在我们讲前行的时候也说过 所以已经出完家了的这些人 虽然父母不一定很同意 但是你内心当中经常做的善根 以今世的父母为主 对他们作回向 如果父母死完了 我觉得我的母亲现在是七十七岁 七十八岁 她前年每次都是开法会的时候 写她父母的名字念经 有时候这种传统可能还是比较值得学习的 我看我们这里很多道友 有些有父母从来都不打电话 我认识的极个别人 好像一年当中连一个电话都不打 他们的心情是如何 大家也应该清楚的 有些父母已经死完了 你遇到很殊胜的一些僧众 在这个时候从来都不提一个他们的名字 也不做一点善根回向 这是不孝顺的一种表现 以后应该对自己的父母为主的 关心众生还是很重要的 下面讲的所护戒律 分四个方面来讲 其中第一个 所护之戒 所护之戒他这里讲的是八观灾戒 因为龙猛菩萨在这里针对乐性王 他作为一个在家居士来讲的 在家居士的戒律就是长期的戒律和短暂的戒律有两种 他这里讲的是八观灾戒是短暂的 也就是说一日之戒 这个也是作为受持八观灾戒的人来讲 还是把戒条一定要搞清楚 否则 八观灾戒到底受什么戒也是不懂 这种戒如果按照大乘的八观灾戒 出家人也是可以受持的 他这里讲的有八条 就是 他这里就是说像乐性国王一样作为在家人 如果长期能受持一切戒律当然是非常好 三规无极全部受持的话 就像我们以前《三戒论》当中所讲的一样 非常重要的 但如果不能这样受持 或者有时候在这里受持保管灾戒 尤其是比较特殊的戒日当中受这样的灾戒 功德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这个戒条他这里讲损害 也就是说一切众生这一天当中不能杀害 凡是有生命的这些众生都不能杀害的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就是道德 通过各种方式来不能作不欲趣之事 然后断除一切不进行 然后妄语还有贪喝酒 非识的果物过了下午之后吃饭 这是前面偷盗杀生不进行说妄语再加上喝酒 这是前面的这几个戒律分支 然后戒酒不放逸之 后面有净行者的三种 那么净行者的三种 第一个下午吃饭要禁止 还有喜欢坐高广场 唱歌 跳舞 身上做一些打扮 装饰 化妆等等 这三者后为一敌 这样之后 总共有八种戒律 这八种行为一定要断掉 断的时候我们应该发心 以前的像目犍连尊者 舍利尊者等等 佛陀在世的很多的罗汉 他们受这样的别解脱戒 而获得成就的 那么我们也应该这样受持 心里面也这样观想 之后在三次生面前接受这样的八观戒戒 如果具足这八种戒戒 那这样吃这样的场景 吃这样的戒律 他的果报将来都可以转生到欲戒的天戒当中 所以这样功德非常大的八观戒戒 当时龙猛菩萨也是要求让国王 你自己也应该好好地护持八观戒戒 然后因缘具足各方面条件成熟的时候 你给有缘的善男善女子也可以这样传说 因为在戒一般来讲是由出家人来传说 这种因缘条件不具足 自相续当中具有被解脱戒的居士也可以特殊开取 这里面也比较明显的 所以他这里一定要讲八观戒戒 现在很多汉地的居士都长期地受八观戒戒 这样也比较多的 首先最好是在一个上师那里接受戒律 然后自己在一年当中在不同的日子当中 自己早上天还没有亮的时候自己在佛山面前可以接受 其实这种戒律对在家人长期都是不能 受持戒律的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 长期地要求他们可能是前面的三规五戒 也就是说这个五戒全部受持的话 有些人可能尤其是有家庭的人有一定的困难 有些可能需要喝酒的 有些还有很多行为不方便的 甚至有些随高光大床可能也有一定的困难 我看到很多地方他们买了一个大房子之后 第一个可能要想犯戒律吧 就是买一个特别大的床这是很多的传统 古代可能不是这样的 现在很多人连受一个保管载戒的条件 对很多人来讲是真的很困难的 还有比如说唱歌 跳舞这些可能自己不唱也可以 但是经常看电视 作为一些城市里面的在家人来讲 就是长期的受这种戒律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但是一天应该不是很困难的 所以现在很多军师 啊 今天我受保管载戒把电视关了 有些闭着眼睛 因为当天受保管载戒嘛 他闭着眼睛 有些在车上也是开始放音乐吧 哦 我想起来了我今天不能放音乐 今天是我受保管载戒 所以很多人因为平时我们相续当中 耶稣的戒律这种善根是非常的微薄 所以哪怕是受一天的这种戒律 对城市里面的人来讲有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但是我们也非常希望大家得到的很多灌顶 这些也是一方面有意义的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还是相续当中 受持一个清净的戒律 如果长期能受持是当然非常 如果实在作为工作特别忙的有些人来讲 哪怕是在一年当中受持这样短暂的戒律 这个功德非常大的 我记得以前我翻译过的一些 宝观载戒的功德里面有很多很多非常精彩的公案 有一个公案一个叫月床上师吧 石头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 看见一个病人非常的可怜 痛得辗转翻身极其难忍 然后当时的上师说你这样的痛苦 肯定无始以来往昔的罪业所感造 你一定要安忍后来这个女的 她说不仅是往昔的这种果报 我即生当中造的也是非常的可怕 然后她就把她的一些经历讲出来了 讲了之后其实她是好像一个上主的妻子 后来上主到尼泊尔三年没有回来 因为后来她也没办法应付环境的优化 后来跟另外一个男人同居 她原来跟上主有一个七岁的孩子 结果跟这个同居之后又生了一个小孩 后来那个女的把她也杀掉了 还有各种原因因为一个出家人也杀掉了 之后因为她杀了那么多人很可怕的 后来那个七岁的孩子的父亲接近回来的时候 他告诉母亲我这个父亲也回来了 你看你怎么办后来他就特别生气 好像用脚一踢最后踢到他肝脏上 然后他的七岁孩子也死了 死了之后就忘了一些 然后好像有个仆女吧 仆女把这些情况全部告诉商人 然后那个商人准备把第二天把自己的妻子 那个坏女的眼睛全部挖掉 然后那个女的特别害怕 当天晚上她开始下毒药 把她上主的丈夫和她的眷属十一个人 还有一个出家人还有一个邻居全部弄死了 后来她自己偷跑然后她就生病了 但后来因为约传上师和他们 对她传宝观宰戒 她受了几次之后 最后就转生到印度的一个富贵私家 没有堕入恶趣当中 所以的确是受这样的戒律 哪怕是受一天的戒律功德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平时尤其是作为在家人 受善规无戒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有戒律的约束 如果没有戒律的约束 就是连善趣的 也就是说我们人生都得不到的 来世真正善趣的这种因 就是《俱舍论》里面所讲的一样 持戒 持戒才有善趣的福分 否则其他任何善根也是得不到这样的身份 所以作为现在的有些在家人 人生很短暂的 在短暂的人生当中 自己一定要有一种别解脱戒来约束 应该要护持清净戒律 这样才有解脱的希望 好 下面讲断除戒律的违品 前令猖狂 贪携带 贪欲嗔恨 增上慢 即以终毛闻杀化 全是二教 施入地 就是受持清净戒律的这些违品 讲了十三种烦恼 这十三种烦恼平时我们在修行当中 经常容易出现的 应该断除的 首先第一个叫前例 自己拥有的这些财物不愿意布施给众生 不愿意上供下施 世间所谓的爱财如命 或者说一毛不拔 什么样都舍不得 供养也不舍不得 布施也舍不得 自己连吃穿的都舍不得 全部都一直紧紧地抓着 最后死的时候 那全部都放在世间 非常地可怜 这种烦恼其实修行菩提道是大的违缘 因此自己拥有财富的时候 尽量地把财富 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现在世间很多人确实跟古代人相比较起来 有些财富非常多 但是自己一直保护着 最后死的时候 不得不留着人间 最后不是他自己享用的 亲朋好友 或者其他的怨敌享用的 所以我们要断除这样的 吝啬这心 然后第二个叫禅 禅的烦恼 这种烦恼其实《俱舍论》当中也是讲了 自己拥有的这些过失 全部隐藏起来 外面装模作样的 觉得自己是很清净的 隐藏自己的过失 这叫做禅 也就是说 不真实的 以前《法华经》里面也说了 说是 我们自尽高 禅去心不失 意思就是说 心不实在 自己拥有的过失 按理来讲 在诸佛菩萨面前 或者说圣者道友面前 可以发露忏悔的 但是不愿意露出来 这叫做禅 然后这个筐 他这里说 本来自己没有任何的功德 但是装模作样的 自己说 我有如何如何的功德 我见到了什么本尊 我做梦 梦中又得到了什么什么 就经常在别人面前说一些妄语 这就是所谓的框 这也是一种虚伪的行为 这是烦恼 也要断除的 然后他这里的贪 在有关见义当中 对食物的贪执 对外境的贪执 对财物的贪执 也要断除 因为以前《瑜伽师弟论》当中也讲了 说是 诸烦恼当中贪为罪深 就是所有的烦恼当中 其实贪心是最可怕的 我们相续当中 大多数的愚界众生来讲 贪心就是舍不掉的 其实很多人如果把贪心割掉 可能想出家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也是很容易的 所以这就是叫做贪心 然后第五个就是叫懈怠 携带精进的微品 平时都是处于一种睡眠 好像在《瑜伽师弟论》当中说是 水面养额未落 猪业汤卷 我们平时躺着 平时一直靠着 这个觉得是一种快乐 然后也不看守 也不背书 也不精进 每天都是 只要吃饱了以后 一直躺着睡觉 这就是懈怠 其实他把注意真正非常可贵的时光 全部已经躺卷了 非常可惜了 不能处于恒恒恶恶当中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管在家人 出家人 每天都是应该稍微休息一下 这是我们欲界众生来讲 有必要的 稍微休息之后 一直不断地这样躺着 有些人真是可能烦恼现前吧 睡一天都没有问题的 然后一直在这种懒惰的状态当中 这是不行的 一定要自己该干的 该做的 有些对众生和佛法有利的事情 应该要做 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些精进的人 看了之后 自己都是不愿意携带了 人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有些人表面上看来很能干的 但实际上特别携带 跟猪八戒没有什么差别 猪八戒是不是出八关在劫 监狱 下午他吃饭吗 八戒 八戒 贪欲 下面第六个讲贪欲 这个贪欲对人的贪恋 要断除对人的贪恋 然后嗔恨一切烦恋的根本 也是非常可怕的 《华严经》里面说 一年成行起 百万掌门开 一切烦恼依靠嗔恨而出现 摧毁所有的善根 还有第八个叫增上门 增上门自相续当中 本来没有什么功德 自己觉得有功德 然后在别人面前就显露 从身体上也好 语言上也好 就开始出现 这叫做傲慢 然后在八种烦恼上面 再加上五种骄傲 五种骄傲 第一个是中心 还有相貌 广闻 烧化 还有诠释 首先是中心 其实我们这些 前面也是在《入行论》当中已经讲过 但这里稍微给大家讲一下吧 自己认为是高贵中心在 以前在印度 我是国王中心的 婆罗门中心 如何如何了不起 自己有一种傲慢的状态 其实傲慢与骄傲 有很大的差别 傲慢在声语当中出现表情 而骄傲 他心里面是这样的 我们也看得到 有些富贵家的孩子这些 自己始终都觉得 我是这个贵族之家的 我是领导家里的子女 自己有一种骄傲 这叫做第一个骄傲 然后第二个 相貌端严 我长得非常漂亮 然后在人人当中 自己认为自己跟天子天女 没有什么差别 稍微相貌端严的人一直有这样 其实这也是一种烦恼 讲的广闻者 有些人稍微也听过一点法 或者世间的有些知识 丰富的话 认为自己很了不起 这是广闻多学的教 还有自己少年年轻 我很年轻的那些老胎隆重的人 是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看我是二三十生 我在整个世间当中 我是青春美满 一切都是非常的如何如何 有些年轻人千万不要蔑视一些老菩萨 老菩萨是很了不起的 几年丰富 然后还有全是在自己地位上 自己有一些高官地位 也认为是很了不起 现在世间人这样的 如果一个副副长 副长没有来之前 他很了不起的 在傲慢 然后来了副长的时候 头开始低下来了 然后副长上面的 另外一个副县长来了 副长的头又开始卖下来了 然后副县长上面正县长来了的时候 表情就完全不相同 所以每个领导都有时候看起来很可笑的 所以我们很多人不要有这种骄傲 其实世间的地位也好 相貌也好 忠心也好 很多都是只不过一个家乡而已 在路道轮回的漫长日子当中 有时候现在特别低劣的这些人 也是当过国王 非常了不起的人 现在相貌端严的 非常了不起的这些人 以前也是当过很多丑陋的人 卑微的人 以后也会 你如果这样傲慢 也会变成特别别见的人 所以有时候自己真正是 就像如来亚尊哲所讲的那样 不管是你的财富也好 忠心 智慧 那方面世间有点点不同的功德 不应该生起任何的傲慢心 希望有智慧的人也好 也是比较不错的 身体也没有什么病 看到很多老弱病残的时候 自己可能会生起傲慢心 但是这种人再过几年 再过几十年之后 也照样变成了一个特别可怜的人 没有什么差别的 以前从人类历史上也好 从我们的人生经历 身边也发现很多人的衰老无常 很多情况相同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应该经常想到无常 自己稍微有一点如幻化一样 如水泡一样的 钱财 相貌 青春 在这个时候 依靠拥有它来 尽量地去利益众生 这就是我们最根本的 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除此之外 自相续当中所生起的 在这里面所讲的十三种烦恼 我们也尽心尽力地去断掉 如果你完全不能断掉 要知道过失的时候 才逐渐逐渐会消失的 这些烦恼 因为它是有为法 有为法的本来面目 认识之后 它逐渐会消声利己的 所以我们要经常依靠 善师诸佛和传承上师的加持 经常祈祷 把法融入于自己的心 法没有融入心的话 什么烦恼都是没办法对治的 如果法融入心的话 表面上你的行为不如法 但实际上你的境界 始终处于一种佛法的理念当中 诸佛菩萨也会加持着你 百法护法神也经常加持 传承上师也经常安慰着你 在这样的气氛下 你的修行也会善适善 好 讲到这里 词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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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